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白色键还是这个白色键 刚刚说了 讲D 所以这个D 我们不弹 我们要弹旁边的这个C 然后就上来黑色键 弹完我们就转 那是转 这个还是这个呢 这个米 这个发 将米是调号的 我们已经弹了 有没有降发呢 没有 所以我们要转过来的时候 是转过来这个发这里 然后呢 又上来黑色键 这个 就回来 两个黑色键是少的 我们就把3打过来 跨过来 三个黑色键是多的 你看 我4 3 2就刚刚好了 所以我们跨过来是跨这个4 两个黑色键是少的 3 三个黑色键是多的 4 这样去看呢 好像比较难记 对吧 我们把这个C拿上来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两个白色键其实都在三个黑色键里面的 三个黑色键 两边的这个白色键 这样我们就记住了 好 那我们反过来看看 左手也是三个黑色键是多的 所以他用4指来弹 是三个黑色键旁边的这个白色键 然后跨过来 少的 用3 我们说了要弹三个黑色键 两边的白色键 所以我们要弹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三个 我们用4 这个白色键 跨过来 两个 用3 最后一个 用2 回来 这个时候呢 就弹完黑色键就转 转的时候呢 记得要弹三个黑色键 这边的这个白色键 转 就在他旁边的这个白色键 上来 转 这个白色键 那合起来的两个手就比较简单 还是要注意白色键就好了 这个白色 记得 记得是弹三个黑色键 这边的白色键 这个 转过来 这是最后一个 大家都用二曲弹回来 当然我们练熟了以后呢 还可以再快一点 那这个方向呢 也是黑色键呢 比较简单 还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白色键 那当然我们左右手呢 都练得很熟以后呢 就套上去 两个手一起慢弹的时候呢 再去注意一下 到底怎么把它记住 好 那大家都弹了这个以后呢 左手就要下来这个 右手呢 就直接弹黑色键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右手要弹白色键 左手要弹黑色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右手才进入这个两个黑色键 但是我们这个左手呢 已经弹完两个黑色键了 所以呢 这个左手要转 转过来 这个三个黑色键 旁边的这个白色键 然后这个手指直接搭上去就好了 这个右手已经弹完两个黑色键了 但是我们左手已经再弹三个黑色键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右手呢 比这个左手进入这些黑色键的时候呢 稍慢一些 转过来 你看左手已经先进入了两个黑色键 转过来 然后呢 我们回来的时候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反过来 是右手先进入的两个黑色键 啊 这个左手先跨过来 直接跨过来 右手三个 右四 记得这个白色键是弹 三颗黑色键旁边的这个 两个 两个手往回走的时候呢 比较难一些 往两边走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弹完黑色键我们就转了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跨过来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跨三还是跨四 因为两个手不同步 这个是它最大的难点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慢练 当然我们练书了以后呢 可以稍快一些 然后我们看和弦 那这个和弦呢 全部都在黑色键上面 因为它是加索 加C 加Ri 调号里面都有这个讲解哈 所以你要记得是这两个加这个 然后我们先来这个分解和弦 这个跳上一个八度 将C 将Ri 锁 再跳上一个八度 将Ri 将锁 将C 就回来 这个跳回来 将锁 将Ri 将C 再跳回来 原位 将Ri 将C 将锁 那这个右手的这个和弦呢 其实它就只有这个 将C 将Ri 将锁 它是用一二五 其他都用一三五 那左手呢 当然也是这三个 那我们注意一下它什么时候 用第二个手指就好了 将锁 将C 将Ri 然后上来还是五三一 将C 将Ri 将锁 然后再也上来 将Ri 将锁 将C 就是这个第二转位 也就是这个谱子里面第三个响节 这里才用的二 然后下来 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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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Ri 下来 将C 将Ri 将C 再下来 将Ri 将C 将C 好 好 我们到两个手 那两个手呢 就是把刚刚一个手的分解和弦去掉 只弹这个注射和弦 之前我讲过了 可以用什么办法 就是往上的时候呢 左手先走 把上面两个保留 把右手的弹幕去吃掉 这样上来 这里也是直接上来 然后注意一下它什么时候用R 其实刚刚一个手的 你看这个左手就用R了 右手就用3了 当然我们已经弹过这么多的调了 我们对这个琴键 对这些音符呢 也是比较熟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用眼睛去找 直接这样跳过来 找清楚了以后 两个手都找准了这个和弦以后 再弹下去 还有一个再往上 右手先下来 当然我们弹熟了 就直接这样跳过来就好了 我们看爬音就是分解和弦嘛 只不过呢它要连在一起它 我们弹熟了以后要连在一起它 一二五 又是一三五 从上面下来 五三一 五二一 五三一 五 然后左手呢也是 五三一 还是五三一 这个才是五二一 下来 一二五一 三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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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四个音的盘音 其实就是刚刚的 分解和弦能再多一个最底下的高八度的 这个 这个之前都有讲过来 一直都有弹 然后这个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到底用一二三五还是一二四五 其实这个右手呢 只有这个 啊 就是手调里面的 其实就是 这个位置用的一二三五 另外的两个呢 就用一二四五 比如说一开始这个 一二三五 然后到下一个呢 就一二四五了 江西 江瑞 江苏 江西 然后再上来还是一二四五 江瑞 江苏 江西 江瑞 再上来原位就用一二三五 江苏 江西 江瑞 江苏 下来 五三二一 五四二一 五四二一 最后一个五三二一 那左手呢 我们也是要看他哪个用五三二一 哪个用五四二一 其实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位置是用的五四二一 就是第二组的 第一组呢 原位五三二一 然后上来 五四二一 就是这个用的五四二一 其他都是五三二一啊 再往上 五三二一 再上来原位 五三二一 下来就一二三五 一二三五 到这个倒手第二个才用一二四五 最后一个用一二三五 两个手的爬音呢 这个也是比较好弹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弹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转手指 而且所有的这个爬音的情节呢 都在黑色键上面 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 不要让这个手指滑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两个手呢 用的手指还是比较对称的 左手用五三二一 右手用一二三五 就是这个左手的三二 对右手的二三 还是比较好对的 然后这样转过来 这个跨度比较大 比较容易滑下来 所以要小心 这个琴间呢 还是和弦里面的 降手 降C 降RE 降手 降C 降RE 降C 降手 降RE 降C 降低大调就讲完了 练习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跟五个升级号B大调 或者是五个降级号的降低大调搞混 因为他们都是把五个黑色键都弹了 但是要注意里面的白色键 他们的位置呢各有不同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把他们搞混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赶紧去练习吧 拜拜